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了药物性腐肿 这时候脸手足可能会出现腐肿 停药之后会消肿 看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吗 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和饮食规律 这样才能够每天美美的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